好 你好,财经揭露,第3节 喂,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11月24日 喂,大家好,中午12点 我们收到消息就是说 正式拜登提名 鲍威尔连任联储局主席 这三杀委呢 看来也挺公司的 他会继续做 我们常常预算他会不继续做 因为现在的鲍是很大 很难处理 通胀啊 整个社会有这么多危机 他会继续做 他背锅 你猜他 为什么会很连任呢? 你猜他 我觉得他心不由己 你知道 你参加了这些会 你随时都是卖身的 不是说你想人在江湖 不是你说下就下 有时候 对吧 对吧 就是正如 喂,今期很红啊 说Michael Jackson 对不对 Michael Jackson 最后不愿意的 那又怎样呢 对不对 最后不就死了 是的 那个很复杂 有人传说说他还没死 不知道真还是假 但不要理会了 不要理会了 当他死了 总之 你想下来 不脱离 组织 那就挂了 是啊 那就挂了 所以 你看一下 鲍威尔的样子 也不太有骨气 看他的样子 是的 是的 他上来的时候 就说加息 加息 也不太用 然后 你还记得 就罵到加息 接着 疫症 就狂减到零 接着就暖日文子 整个美股 哎 好像司拉那样 联储局主席 和特朗普两个 跌两天 日线图都没oversold 那就已经说要 又说要叫声他 就是用口述 又这样又那样 好像司拉操盘那样 但是不要理他 他夹死很多基金经理 哈哈哈 夹到今时今日 夹了几年了 哈哈哈 那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了 到现在 那我就选了报纸 又选了《头条新闻》那里了 OK 是的 那 就是比较客观一点 就是我和何志光 觉得他是超级的人 那报纸上怎么说呢 我看一下 这个《头条日报》 何志光麻烦 都读 鲍威尔一直的表现颇为夹派的 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华尔街一致很便宜 高盛前 《年限政总裁布兰克废恩质指出》 鲍威尔是属交安全的人选 虽然在政策上 鲍威尔与竞争对手的暴雷 立得相当接近 嗯 接着他下面那句 你没有夸 我都读完 好像做了副手 所以 所以联储局现在 真的很夹 其实是什么 但鲍威尔的领导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已经过了考验 新冠肺炎就是乱印银子而已 说到他很有领导力的 你根本只有一个就不错就乱印钱了 有什么功夫可言 就是 华尔街 简单说 跟联储局坐上一条船 我发梦见到 未必是真的 那就是这样 跟Green Span那年代完全不同 真做假做都好 Green Span 加藍斯潘那些 一见到小息不对 股市正在升 他都不断加息 加到你爆 是不是 那现在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不是那样东西 好了 韩子哥麻烦你读一下 跳到下面那个 就说 联储局为防止新冠疫情冲击经济 而采取特别宽松应对设施 是股市上升的主要动力 不过 鲍威尔应对通胀不力 亦招来不少的批评 指他出手 压通胀过于持愈不缺 担心通胀一发不可收拾 已经是确认一发不可收拾了 是啊 那其实说到尾也是那一句 就是选择他出来 因为跟华尔街 华尔街的人觉得他正 就是这样 那 联储局应该要做的就是 控制那个 empowerment rate 或者inflation 那些就完全 大家不管了 一二三 现在 联储局的本质都变了 联储局协助股市上升 不是促进就业 又不是控制通胀的 不是我这样 整个联储局的本质变了型 现在是 是啊 那他自己当然是说不是的 明明 但是他没有控制过 我们两个在香港有这些 偽民 我觉得他不是 就是这样 他自己不会控制 他自己当然是说是 是不是 就是这样 你想想 他四月开始 好像过五 那现在七个月的数据 四至十月 就是 那里有七个月 七个月全部过五 去到十月 六点二 那根本上 几十年来都没试过 通胀上到六点二 那就是他没有控制到 而且怀疑他还要出述 可能是那些数据 有他的一些 艺术性的剪裁之下 才看到六点二 当地人就说租车 贵了三四成 吃猪肉牛肉 全部贵了二十多三十个百分钟 就是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计划 我不知道他 那么微妙地搞到六点二 事实上 可能很多人生活感受 就不是六点二 没错 没错 现在香港也不止了 现在说真的 是啊 真的 香港也不止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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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这样 大家的投资策略 就 就 醒牌了 就是这样 看回 他 公布了之后 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 好吗 好啊 你看看资产图 表面上来说 表面上来说 他上来就继续疯狂 OK 但是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看看 Le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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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上升 但是尴尾是下跌的 今天就继续下跌 那么 这个位置 一万五千五百度 第一个关系位 但anyway 就似是 似是 现在十几个月头 已经 吊了 那些五百呢 那 都是 都是 跟Lestad差不多 昨天 公布 推上去就马上来 那就是 股票市场 很少出货 IWM 我通常很少说 这个乌数二千 就是世界股那边 OK 咦 一直在计券界成 现在会跌的 是的 那 那 这个情况 就真的 要 值得参考 因为 这个 IWM 二百二十二元 二百二十二元 这里 是一个 整年的上升通道 来的 那 弹穿了上面 去到二百五十 就是 弹穿了顶 十五个百分比 现在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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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如果 去搜不到 那些位置 落在下面 那就 一个 警号来的 那 那 今晚我们说这张图 就有另一个 警号 那 正间说 我们一路就会知道 第二 行 OK 美金 继续上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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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 昨天我都看到是刚刚96头 现在96.5 继续0.5 升了半个百分比 一日之内升了半个百分比 很反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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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解释 好啊 正啊 霍卫尔 行啊 美国 一定可以 所以美金强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会不会有锅呢 其实已经有锅在后面 这些钱就开始害怕了 全部避险了 是啊 走来 平仓避险 哎 真是 去杠杠了 反转来炒 嗯 是啊 那旁边的Bitcoin Bitcoin 继续一浪一浪的 粗下来了 OK 那 六万个位 成阻力了 看看会不会又走低些 但流心Bitcoin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大仓能够控制到 它很多时候有逃避陷阱的 就是它跌下来的时候很凶 好像死了 引外面的人沽空之 突然之间一跌到几十个百分比 那妈妈也认不到 所以 这个东西都是 我自己会买卖不宜 只熟欣赏 欣赏就OK 那就去下面了 那我们看看第三行第一个十年期斋 上升 上升 啊 全文中的1.8又走多步 现在去到1.6多 1.66了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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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升得很快 VIX 阿霸维尔上场 没有帮助 再升多一下 其实VIX的风险 那个保险价呢 市场的保险价就越来越高 这个都是警号来的 这个都是警号来的 好 油价 今天有支羊竹 有支羊竹 今天有支羊竹 油价首先就是没有跌了 今天又是羊竹收的 羊竹现在在做的 好 既是黄金 昨天霸维尔的消息出了一支大音竹 啊 啊 杀到妈妈都认不到 是啊 但是呢 还是守在那个上升轨上面 OK 啊 啊 啊 虽然黄金昨天跌了2点多个百分比 啊 何志光介不介意一转一转幅 去这个一百一百 香港的招金的表面 哦行 没问题啊 好 我要跳去招金 是跳去招金 在这 招金一向都辣的 也都对黄金的价钱是敏感的 兼甲是限前些的 那今天呢 居然是跌了很少的 如果往时黄金跌2个百分比 他招金可以跌5-6个百分比 OK 今天是跌2个百分比 还有呢 这个二十日图 你看一下 看二十日图 就是在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他是在做5个7 5个6个的那些 现在是在做7个8 7个8了 清楚 那就是升了三四成 这个招金 那昨晚黄金这么大 他都不肯定 那是不是预示 这下黄金都是一个调整呢 那大家看着 如果一百一百 继续守得到 那黄金就应该 是有机会 现在强势 那 那 麻烦 那我回到资产图 好 行行行行 是 都不太对路 好像今年这个冬天 这个圣诞好像不太对路 这一幅呢 就是重中之重 真是 我们看了这么多次 这幅图终于 就找到一些东西出来 最底下的那个JNK人 哇 是美国的高息债券 就是那些公司的质素差一点 是意象来的 是啊 今天插到底下 这个底穿下去 就真的破坏了 就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么隔壁呢 你的国负债券二十 就是二十年国负债券 都是下的 表示都不是好的了 真的 美债的情况 但是没有隔壁的那么多人害怕 隔壁的真的好多人害怕 换句话来说 鲍威尔是 隔派印银子 大家都预了他 华尔街受欢迎 那应该是华尔街 欢天喜地 但是你看到那个 那个获利的情况 都 就是那个好消息出货的情况 都是在那里的 还有我们这两个星期都说 美金太强了 还有那个避险的情绪 其实是暗暗在后面做的 那就是VIX升 那美国这个 Wassel 2000 就拆下来 升升一下 那 这个 长债 这个是美国那个 high yield bond 就跌到 妈妈都认不到 那 如果这几样东西 继续持续呢 就都很肯定 有只灰犀牛在前面 哇 十二月 古灾月了 真的 有个感觉 似古灾月了 你继续持续下去 这些信号 继续玩下去 是啊 就是 我想 这个圣诞都很 很血腥 可能会 OK 大家要 留意一下 是啊 行 好 那 那 那 说几句 有一篇文章 我看完 那 大陆的朋友就 指出 就是说 他们观察到 中国有些货品 就出口了 但是 其实现在呢 在美国境内 很多的码头 就擠塞的情况 完全没有改善的 我们一个月前 听到就说 塞到妈妈都不认得 现在都继续塞到妈妈都不认得 接着那些工人呢 就不肯去做那些 开车 开车 开车上落货的那些 卸货的那些 也不肯做 因为辛苦 他们以前的工会 又阻止那些自动化呢 现在 临急临忙 就做不及了 就是所以 他没有什么 无人码头 总之 今次就什么都做不及之后呢 他们就说 美国 在要过圣诞时候 那些货不够呢 其中有一宗卖公仔 以前是靠海运的 但是海运 跪了N那么多倍也好 跪也跪不过空运 但是呢 他就说 有一家卖公仔的公司 就已经向大陆 就订了百多班机 就运了百多班机的 公仔货 就是那些小孩子玩的那些公仔 是 这些这么低增值的货品 都要靠飞机扶运呢 所以现在呢 国泰那边 就看到那几个机师染了 也比较担心一点 因为怕不够 机师去运货 你记得去年 就炒了那些机师的嘛 就是很多 那些机师就走了去无线 什么冲上云烧 什么大赛 那样的 但是现在就说 那些 做开客机那些 机师呢 要转做 货机呢 有训练不及 现在呢 就是说 他们 美国就差不多 完全不处理 那些 供应链接塞的问题了 用空运代替海运 如果这样说呢 在那篇文章的意思就是 喂 那通胀一定失控的 是 以前是靠海运运的东西 现在说 码头塞到 妈都不认得 那现在的货不够 那所以 空运都 有钱赚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以前要红银竞争 那便要靠海运 是吧 但是现在说 喂 我空运运换句 那些市场见货少 就抢贵了 抢贵了 我照赚 那其实整个国家的通胀一定失控的 听下去 那篇文章的预示就是 你爆为意 喂 就算你上台 即是你继续做 那美国这个通胀爆煲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这么早 即是美国圣诞前就爆呢 喂 很明显的 那些人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些东西贵到这样 就炒马拆下 嗯 接着又有种族问题 那个什么李藤豪斯 乱杀人又放了 是不是 在那个威先康夕州 那些人 那些黑人就借机 说那些东西这么贵 我暴动了 今个 还有三天 即我们图片出现 10月24日 还有 11月25日 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现在这个感恩节 大家觉得已经不对了 已经是弱烈烈烈烈烈烈 那 不是 不管了 现在这个样子好像说 他有感觉 想倒下 是啊 老实说 就是这么说 来到这里 这些日子 还有几天 感恩节 如果我这么多 10年玩股票 说真的 就是 经验就是 都应该是假假的 就是 你可能 有些庄会 选择一些股票 急升 来顶自己的股票 这些时间 是不是 但是 你站在牆上 都感觉到 都没有人跟你武剑 已经收工了 但是 但是 我估计他们不敢放假了 是啊 你看到 刚才那些环境 真的不对路 而且很简单 其实 我刚刚看完 我整理我自己的强积金 那些 那些 看回很多的强积金基金 那些 那些 那个价值 那个价钱 其实都是阴阴跌的 很多都 是不是 那 所以 就是 很多 好像那些灰西牛 那些 巨型灰西牛 走过来 那样 那 那 所以 其实真的 我自己 感觉 就 就真的 我不会大安置疑 是吧 就是 我记得 那些核爆式的美元上升 就是 譬如说 去年 去年 就是 富有价之前 那段整天 美元 我想就是 充到差不多 100 这次 这次 会不会看着100呢 看着100是恐慌式 美元就暴升 因为大家去避险 嘛 但今价不下跌呢 这件事是很诡异 会不会这个12月出现一个大股灾 我不是想骗大家 但是 现在的样子是不对路的嘛 11月25日是美国的感恩节 但是香港时间就是11月26 他们的11月25的时候 那26日开市 即是两天后会怎么样呢 是 那 我想还有一个考虑 刚才我们 可能 我们没有说到 其实 资深的投资者 对那个通胀呢 其实他们是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只不过呢 他们是炸傻八糟的人 他们不会不敏感的 因为他们知道通胀呢 这样呢 长远的利率呢 是会升上去高过通胀 或者接近通胀的话呢 现在很多的债券呢 都跌到趴街的 嗯 是啊 所以 也都 猜到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 那个周围的利率向上的时候 现在这么贵的科技股 怎样融资去 去继续运作呢 很多科技股不是赚钱的嘛 它是要消费钱的嘛 那些现在零息 那当然容易赚钱去发展啦 但是如果那些息 三四厘啊 五六厘啊 怎样发展呢 对不对 所以那些没有实力那些 那些比较弱一些的股票呢 就先走咯 那就是Wessell 2000啊 或者是 刚才那些黑腰邦 第一个就出事啦 如果要就下 那所以 那现在不是的 不是的 不过 不过看下来的发展是怎样啦 那 还有 何志光刚刚刚说过的情况 真是 真是几极的 那样东西都用飞机运动 那过去的价钱 那这次真是大事 啊 那 这部片 我们这部片都比较长一点啦 那我想 都不是很对路的啦 总之我们 讲了24分钟 但是算了 也都不会剪成一套的啦 那大家小心啦 好 这个礼拜就这么多了 长经揭露 不是投资意见 好 就这样先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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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